那如果我先打個二月好了 答錯了 他還是跳出來 這是幾月呢 那我四月好了 答錯了這是幾月 五月好了 答錯了 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一直答錯 他就不會 跳出答對 如果你答對了 正確答案 就停掉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 這個對應到幾月份 如果說對的 答錯 很抱歉 繼續跑回圈 對不對 那如果答對了 那就跳離回圈 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壞回圈 這邊先輸出什麼 問題為 幾月份 那這個幾月份的話 因為我亂數不是取得 一個三月份 比如說 應該是 應該這個地方 亂數取得應該是 二點多 對不對 2點多去掉那個 小數點之後 那就取得2 取得2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要取得 這個正列裡面的 給他2的話 那這邊就會自動對應到哪一個 對應到三月份 因為是從0開始 0 1 2 所以是much 那much 跳出來 問題為 什麼 就much 跳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底下就是說 再來就是 F 預設值 預設值就是 True 就是一個 Boolean 值 那就是我宣告在上面 這個 Boolean 的話 就是 True 或 False 那 底下跑一個壞回圈 我想上 之前我們有練習過壞回圈 所以壞回圈的話 基本上 就是如果當它為 True的話 繼續去跑 所以進來之後的話 這是幾月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讓 User去輸入一個詞 輸入詞的方式就是 NAS IN 有沒有 因為 可以透過什麼呢 這一個 NAS IN是 Scanner 那我要去Scan Keyboard 裡面的動作的話 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用什麼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實體 然後呢 它有個方法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方法 一樣方式 有沒有要放上去 就可以知道這個方法 那NAS IN 我去取得鍵盤的動作 並且丟給這個什麼 丟給這個變數 M 那這個M的話 再去比對一下 如果 M 等於 曼時 這個曼時的變數的話 這個曼時的變數 加1 因為我這個曼時的變數 這個曼時的變數 亂數 比如說我剛剛應該亂數 出現是2 2加1的話3 如果我 3 這邊輸入3 兩個相等的話 那就會怎麼樣 F就把它怎樣 就是booling 這個booling就是指的是 上面這個booling 如果他把它轉換為 False的話 對不對 然後跳到這邊之後的話 他又跳回來 照 Wile的這個地方 他判斷是False 那就怎樣 跳離迴圈 所以跳離迴圈之後就會執行這一行 就是正確答案 好我想這個流程基本上應該 很清楚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請各位先把這邊 第一個先建一個 MANCE CAI的這個 Class 然後的話 再練習看看 那我們這個題目的sample 就是 完整的Source在這裡 完整Source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